他们班这一点特别好 就我们齐老师有一点都特别好 这是我们就是几个班 都是就是从齐老师往下传承 就是什么呢 就是提高学生的三种能力 说 读 写 演 这都各种能力 然后呢 他们班的黄磊老师 就发言光大 到什么程度 我跟你说啊 因为不都实习吗 只要实完习回来 赚了多少钱 赚了多少钱 买房子 就带着这帮孩子 满北京买房子 你说那个时候啊 黄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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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靠谱 后来你买了吗 买了 就是那个时候吗 你看怎么样 那你得感谢黄磊啊 对对对 黄磊老师这么超前的 我跟你说啊 就是全班混得差不多的啊 因为那个时候 那有点钱呢就能 你说这真是差别 我是满北京找的 把已经买好的房子 要卖掉 理解你们在学校的时候 你认识庞岛吗 认识 认识 那时候就知道他 对对对 大名鼎鼎的庞岛 对那时候看他紧张嘛 八四班在我们 小朋友心里面 那是一带神话 神班 你看以那个 黄老师 王志文 我满演戏的一帮 霍雅杰 王志文 孙松 好厉害 对 真是 其实李姐当年 拍了很多的古装戏啊 然后最近的那个 奔登年代演多好啊 谢谢 我就觉得你俩真应该合作 真的是 我觉得他是个 非常好的导演 真的 你们俩应该 好好合作一下 而且你看他现在人到中年 他能演出那个味道了 我们看一下他那个奔登年代 你感觉一下 对啊 我看 你感觉一下 真的很好 最近还有一个电影 再说 先看那个 下个月就退休了 这房子更别想分了 不分就不分好了 这个老大老二们 结婚都出去了 老三们现在又去看火车 住到宿舍里头去了 这个房子现在宽敞得很够 我们两个人住的了 够什么够啊 我告诉你啊 杨慧明 你赶快去给我要房子 要不然房子让你离婚 哎 探亲啊 哎 老姚 这是 哎呀 他就是为分房子的事情 在这里无理取闹的 我就应该无理取闹 我跟了你一辈子 当现在还住在这小破房子里 我就应该呢 嫂子 能不能先听我说两句 这次分房子老姚没加上分 但有一条 对老姚非常有利 那就是 工作满四十周年 可以加分 他下个月就退休了 工赢还差一年呢 反正房子明年才能盖好 如果反聘呢 这是我跟厂长商量的 解决人才断层的特殊手段 下下下下 赶紧签字啊 签三母子 签字离婚呀 瞅你个死丫子 赶快往上签吧 没有 韩清啊 对不起啊 我写了你的举报信 弄到账她了 那我们也是因为 封到房子赎气嘛 你就是个糊涂蛋 我跟你讲 不错啊 演的 真是不像 对 还好 谢谢 我跟你说 如果我这么看 我都觉得不像你 我们上次去广电总局 这个电视巨司 给我们专门开了一个庆功会 然后很多的这个 电视评论专家 各大报纸的一些大编辑 然后过来 专门开了一个主创的会议 然后聊聊聊聊 也挺逗的 我们就 我在演员那一排坐着 然后这个角色 那个角色 怎么样 这么好 她说 这个姚怀明那个角色 演得挺好的 后来我就站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专军 她说 我的天哪 她说我们刚才就议论 就一个个的都对上号了 对 就那个戴帽子的那个人 是演谁的呢 我去 还拿给你的本人 当时聊 当时其实忽然感觉特别自信 因为从表演行当中 有一个学派 叫做千面人 不敢不敢 不敢不敢 所以她演了很多 包括这个戏本身也是 前面她有个跨度的 前面又是很年轻 因为她一直她跨了 相对年轻 这里都看了 她是很关注我们的 对 很关心我们的 所以其实理解当年呢 我觉得她起点还是很高的 理解你当年真的是做了很多其他职业吗 还是一直在演戏 后来我在中间 我现在包括现在一直 我也在做老师 就是秉承着我的师父 我的恩师们的这样的一种传统和师承 而且我对这方面是比较感兴趣的 在哪里做老师啊 在电影学院也教过 在北京城市学院也教过 在中国传媒大学也教过 对 也是想试图的去帮助一些 对这些对表演感兴趣的孩子 对 今天呢 旁好导演来 你好开心吧 特别开心 很意外 是的是的 是不是很意外 是 也希望你们促腾你们啊 我就觉得这次 咱们一定在这说好了 你下一个必须的 说好下次你要不叫他去 我就对外说 这旁好导演最近水平下降 来吧来吧 咱们合唱赢 好嘞好嘞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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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